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是在甲醇 早期的人应该都知道甲醇 就是处理支票的位置 那个位置是整个分行里面 最超的位置 谁被分配到那个位置 谁倒霉 你可能到晚上都要加班 就要处理那个处理不完的支票 不过还好 我们现在消费形态改变 支票就很少了嘛 我现在就没有了 我现在讲的是比较以前的年代 所以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孩子 这个日夜超老 结果呢 他也都不懂得去抒压 像有些人很聪明 他虽然工作很忙 可是他也知道 每个月要来保养一次身体 或者每个礼拜去保养一次身体 这种人就没有过老死的问题 因为他在保养身体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起码会帮他 把小肠筋的那些穴道 帮他泄压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气血就很充足 可以送到头部去啦 所以就没有过老实实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我是觉得不够爱自己 都没关系 我怎么忙都没关系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这个怎么忙都没有关系 早上一份工作 晚上一份工作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哪一天突然就走了 你那一些小孩还很小欸 有没有 那反而那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啊 所以我们人真的忙归忙 可是你再怎么忙 都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动身体 这才是对自己 对家庭负责任的 好快结束了 然后呢 心坏了 心坏了 我们最近就有认识一些人 好像有心坏了的问题了 我不要点名是谁啦 我们很多人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目标 然后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啊 然后呢 用健康换取财富 很多人都是要钱不要命 那事实上呢 心不受邪 我们的邪呢 那个外邪啊 通常要有一个可以 有一个地方可以承受 或者可以缓冲的地方 所以扫藏经就很重要啦 对不对 他就可以帮忙承受这个 这个心 那个邪本来要进到心脏 对不对 会有小肠经来 可以出来帮他承受 那很多人呢 天天都一直觉得身体不对 可是你会讲不出是哪里有问题 然后心跳越来越快 心静 然后呼吸总是很不顺畅 然后还会觉得觉得胸闷 然后上半身老是酸痛 体力也不是很好 银红我绝对不是在讲你 然后呢 可是又还到不了动不了的程度 没有 可是我都还是给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排便的状况呢 常常会自动改变 不是太多就是太少 不是太稀就是太硬 然后晚上都睡不好 可是偏偏这么多的问题 到医院去检查 也都检查不出任何的毛病 可是我明明就觉得 我的身体是有问题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明显的 你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小肠筋出了问题 在我们14条的经络里面 看起来非常多姿多彩 每一条经络都有它精彩的地方 其实小肠筋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因为它很短 一下子就跑完了 很容易被忽略 可是事实上呢 这么小的一条经络呢 它也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因为小肠筋 它是心筋的缓冲器 我们当有时候心火大的时候 小肠筋可以帮忙去卸心筋的火 可是如果当心筋的热 没有办法传到小肠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心火就会更旺 没有办法解除嘛 那跟着肺脏也会跟得出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们就是大合跟水库的关系嘛 他们要能够互相去调节 所以我们维持小肠筋的畅通 事实上就是在保护心脏 让心脏这一个大合 有没有 如果它在干枯的时候 还有另外的水库 在后面做背缘嘛 对不对 可以去支援那个心脏 然后讲到小肠呢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穴道 叫关圆 这个关圆在哪里 在肚脐 肚脐下几寸 下三寸就是四只手指头 肚脐下四只手指头 这个地方叫关圆 有没有 关圆也是男人的什么穴 长寿穴 男人要长寿 一定要把关圆顾好 那我们这个小肠 刚秉宁有介绍小肠 对不对 它就是在我们的大肠里面 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小肠 就在里面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小肠 它运作最佳的温度是37度 比体温再稍高一点 那如果体温过低的话 就会降低这个消化酶的工作效率 会影响到营养的吸收 可是我们现代人呢 夏天很热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吃冰啊 刷冰啊 喝饮料啊 摇摇杯啊 都会导致这个肠内的温度下降 那因为小肠筋 它是走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嘛 那这个寒气呢 也会 也会因为这个肩胛的寒气啊 也会影响到这个肠子的运作 所以这个肠子的运作 不是只是顾这边而已 上面也要顾 有没有 这两边都影响到肠子 好 那可是我们现在 现代人呢 嗯 大部分都是觉得说 我为什么 最近肩膀都给了僵硬不舒服 他很直觉的就会觉得 可能是我最近运动量不够 所以他就会很努力的到健身房去运动 对不对 去做重训 然后重训完之后呢 哇 终于该运动的都运动完了 然后就会买一杯冰的饮料来喝 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 有 有 所以呢 喝了 他认为他锻炼已经到位了 所以他就觉得因为锻炼完会热嘛 会热就会很直觉的去买一杯冰的饮料来喝啊 所以冰的饮料又让这个小肠降温啊 所以呢 就会当然就会影响到心脏 所以呢 当你的心脏受到影响了 身体的热能又不足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都会很不阳光 就是就会变得很 很怎样 很负面 就会看得非常的悲观 然后呢 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忧郁症的状况 就会跑出来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维持小肠的热度呢 第一个要先管住自己的嘴 嘴 就说尤其是激烈运动完之后 绝对不可以马上喝冰的 因为我常常看到有人是 拿了一杯大杯的饮料 上来我们这边 然后他刚才说 他刚才去健身房回来 他手上来杯饮料 然后要来找我们保养身体 我想说 你来的钱也白花了啦 说真的 这个也是因为不了解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如何让这个关元穴呢 保持温暖 当然上面是提供用艾周的方式 用艾周当然也可以 可是是不是会比较危险 对不对 第一个比较危险 第二个你在艾周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产生很多的烟 有没有 这个烟又会影响到人吃气管 跟你的肺 了解吗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古代 因为没有科技 没有文明科技文明的关系嘛 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些方式 图法链章 那我们现在已经什么事迹了 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取代艾周啊 那就是温周啊 对不对 透过科技的帮助 那这边呢是让大家看一下 就说如果今天啊 你的肚子不舒服 事实上我们肚子的每一个区块都有它代表的意义 了解吗 所以你如果学会了这张图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今天这边不舒服 还是这边 还是这边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他肚子不舒服 那你要问他什么 哪个区 哪里不舒服 有没有 他告诉你哪里 你就对照这张图 你可以不用拍照 因为很模糊 我等一下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对照 当然你也不用背啦 你有这个图 随时可以拿出来对照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 讲到小肠呢 我们当然还要讲到膀胱经的小肠书了 有没有 小肠书 刚才小邦有介绍过了 他就是在我们的八寮穴 上寮、四寮、中寮、下寮 小肠书就在上寮穴的旁边 有没有看到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骨沟就是八寮嘛 八寮最上面的位置 再往外扩一点点 好 这个地方 所以嘛 也可以说在我 骨档骨的地方嘛 骨档骨的两边 小肠书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要去保持它的温暖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这边摸起来 有气节有硬块 有没有 要把它推开 好 然后另外呢 这个我画蓝线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哪边 小肠 小肠筋啊 手臂内侧 好 我们从这个 用小拇指这样对过来 有没有 小肠筋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你就捏它 如果硬硬的 那你就是小肠筋不通 了解吗 好 这一块 好 又硬又痛 好 那另外呢 再帮大家再做一个 小小的小整理啦 好 我们呢 小肠呢 它就是负责消化跟分类嘛 好 它把我们人的营养 去做分类 对不对 好 好的就送到皮上去 不好的就是送到大肠 好 变分变 好 然后呢 中医呢 它认为小肠的功能 如果正常的话 你的二变就会顺畅 好 二变就是大变跟小变 好 然后呢 小肠筋如果失调的话 也会引起脸颊痛 为什么 因为官僚嘛 官僚对不对 还有听风 这些都是在脸颊上面的 好 就会引起脸颊 脸颊肘 或者是咽喉发炎 好 因为巡情又来到喉咙嘛 好 然后呢 通力衰退 因为听功穴嘛 对不对 还有皮肤过敏 好 好 然后另外呢 你可以没事多按摩 少冲跟少折 这两个穴道 很好找 在小子的两边 内外侧 有没有 你看 我们小子的外侧是小肠筋的颈穴 内侧是心筋的颈穴 对 因为心筋跟小肠固为表里嘛 所以就每次多按摩小子两边 了解吗 对 可以同时保养到小肠筋跟心筋 同时 好 所以这样的做法还不错哦 好 那今天呢 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好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那 就是